十三歲的維雖然在香港出生 但是城市對她來說非常陌生 她和父母住在大嶼山東涌 一年最多出市區一兩次 探望阿波阿嫂 在大嶼山,米是吃自己種的 魚是吃自己捉的 水是用自己砍的柴來煲的 而陪有位玩的就是田裡的水牛和妖哥 早上六點多 阿偉全家已經吃完早飯開始一天的工作 阿婆和阿媽要將早日掘到的蜆 拿出屋外面曬蜆乾 姐姐阿玲要將家務料理妥當 哥哥阿強準備洗一隻電船仔出海釣魚 阿爸要拖一隻水牛去耕田 妹妹阿珍負責維計 阿偉自己就想街市買菜 然後才上學 然後才上學 阿偉的爸爸是李清法 人人人叫他做法叔 是香港現存唯一種米的農夫 他耕了這塊田十年了 一向自給自足 每年三月和七月 阿爸媽想田比較密 他們和一隻牛 把泥爬鬆 把上一座葛靜的和頭 埋在泥裡面 讓泥比較密 準備種新一座的賣 東涌唯一塊稻田 是我爸爸媽媽家的 所以看他們 東涌的人都認識 十年前建築棚 就沒甚麼好做 回鄉去耕田 家裡現在七個人吃飯 耕田是否有幾粒就吃 大兒子有試過七月做事 有個學師 給很少錢 給得回來都不夠用 不夠用 阿偉的兄弟姊妹都知道 要有飯吃就要耕種 要落田幫手 和其他同學比較 阿偉很懂事 他們少點東西做 到這時間做工學和玩 我不會生爸爸 經常叫我做事 因為他辛苦 阿偉的老師說 阿偉一放學 就趕著回家 落田幫手 不會和同學聯群結隊去玩 根據老師觀察 他性格內向怕醜 與文科成績比較差 自然科和美術最好 農忙時節 發叔發嬸 全天都要在田裡 連回家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阿偉放了學 就要送飯給他們了 春天的經質 和夏天的夏至 是播種時候 播種用的種子 是由菊浸濕發芽而成的 選用的菊要實正飽滿 浸之前要絕對乾燥 發叔每一做播種 一共落七十斤菊 到修成的時候 有七百百斤米 就夠一家七口吃半年 種子殺落濕土上面 幾日就會飆出幼苗 即是菊 再過一個月 那些菊就要拔出來 先打掉根部黏住的泥 然後集幾粗菊 紮成一大菌 菊頭曬黃的部分要割出去 菊尾就放在濕泥裡面浸一晚 等到那些菊再出根 互相連結 就插落另一塊田生長 阿偉和家人一邊插菊 發叔一邊爬田 爬鬆些泥方便落菊 一旦遇到雨水少 一旦遇到雨水少 泥土不夠濕潤 爬田便變得吃力 發叔唯有望天打掛 賊央是農家大事 全家總動員自然不在和下 一間五口耕田 合作到有了默契 田間一片寧靜 坐和日當午 看的和下土 誰知盆中酸 粒粒皆辛苦 阿偉一家 最能夠體會這幾句話的意思 和度逐漸長大 發叔發嬸不用一日落田 但阿偉就要去田間餵貓 和趕小鳥 阿偉說 他都不知道田裡 究竟有多少隻貓 因為狗不狗 就有貓仔失蹤 以前有些貓 被蛇和狗吃光 如果不養貓 老鼠就吃光 我還沒見過 老鼠出來吃的 但見到田機有老鼠 小鳥開始出谷的時候 就會有小鳥來吃 小鳥連稻草人都不怕 我有空就用鴨叉客走他們 但不是說了很多 割和之前 最令發叔擔心的 就是和屬前後的風風雨雨 每逢打風落雨之後 爸爸都很心急去田 看看和有沒有打去 打斷了的和 就不會熟的 如果熟得很出谷 才會打風更慘 去年十月 有場三個風球 打掉了很多剛剛熟的谷 爸爸說 那種少了六成谷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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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妳 instrumental 百里西風和薯香 明傳樂鬥谷登場 老牛尝了耕雲寨 鴨草波頭餓直揚 自己親手種出來的米 吃起來一定特別滋味 我一餐吃兩碗飯 我覺得自己種的米比較香 軟一點、新鮮一點 爸爸教我們吃得小心一點 不可以掉到地上 今年幾場風都打不成 法叔的稻田幸好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他對這做米的收穫並不是很滿意 因為我一般的 沒有以往那麼多 雀腿多、雀腿多、老鼠也多 現在割了六十半年 辛苦都不得開心 家聯那麼辛苦 隨便有得吃、有得做就算了 因為沒有磨菊機 法叔要將菊分批推出一間士多那裏磨 士多老闆說 二十幾年前 東涌有很多人種米 那時候他兩台磨菊機 一天要開二十幾個小時 現在除了法叔 根本沒有其他人幫襯 剛好我們拍攝後第二天磨菊機就失靈 老闆說不會花錢換靈景 以後法叔種到菊再沒有人磨 唯有拿去賣 這做米可以說是他自種自食的最後一次 割和打菊之後剩下的和桿 暴農人家是不會隨便浪費的 因為曬乾了可以當柴燒 我家裡燒的柴和乾草 爸爸說用不起石頭氣 沒有草的時候 爸爸和媽媽車到對面山割草 他只是找回場 趁他上天的彼門 你就云馬 我家裡屋哥